数捷上会 十二少手下的大将吉祥 真可谓蛟龙出海 猛虎下山 连扫多块大老板的地盘 连战连胜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顺利 吉祥带队已经到达了大老板的心腹地盘 此时吉祥正面对着将陈洛军重创 犹如鬼魅般的王九 帮帮我 了结我 又是同样的话 好 这次我就朝周老包招 给你来一碗抽的 说话间 吉祥已经稳稳将战刀拔出 只听刷的一声 吉祥已经挥舞着战刀向王九劈去 一刀劈你个人头老弟 可是王九没有一动半步 只是微微地晃了晃身子 挂在脖子上的锁链已经甩出 只听荡的一声巨响 便已阻挡下吉祥的攻击 随后甩动锁链与吉祥战刀 荡荡荡地碰到了一起 吉祥心中震惊 这王九基本未动 但是锁链好像有生命一般灵活摆动 将攻击一一挡了下来 又是一阵荡荡荡的爆响 吉祥心下发了痕 用力一砍将铁链打飞 王九只是微微一笑 原来你就这点能难 第一个回合眼看是结束了 吉祥握着战刀 一步一步向王九走去 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刀脱手 王九的话音未落 咣当一声 吉祥手中的武士刀 果真脱手飞开 什么时候出的手 吉祥心惊 根本没有看清王九是何时出手 刀就脱离了自己的手中 妈的 以为自己真的很有料啊 你个死鬼佬 我就看看你的真本事 说话间 吉祥便举拳向着王九再次冲去 你 跪下 王九又是淡淡一句话 只听得扑扑两声 吉祥的双膝爆出了大量的血泡 这个王九果真是深不可塞 还是未动 就使得吉祥的双膝爆裂 但吉祥没有跪倒在地 尽管双膝爆裂的痛苦 让吉祥面容扭曲 吉祥此时心中所想 这场仗关乎十二兽的名声 不死就要撑住 吉祥的思绪回到了从前 砰的一声 是年少的吉祥被打得重重摔倒 几个大汉围着吉祥 领头的人不断骂道 再不走 打死你了 只见吉祥一口血吐到领头人的脸上 这还能忍 几人又开始对着吉祥拳打脚踢 几人身后的房屋中 十二少在窗边看着这一切 对身后赎钱的男人说道 陈哥 对一个小孩不用下这么重手吧 他老爸欠了我好多钱 挨顿打肯定是避免不了了 只不过前几日 我的小弟不小心伤到了他的妹妹 挂花了脸 这小子就开始不依不饶逃打 陈哥既然这么说 那确实没办法了 可十二少心里却想的是 这帮人出了名的臭名昭著 不小心 欠了他们的钱 就是跳海都不行了 落到这帮人手上 哪里还有的清静 拿着给自己的钱 十二少走出了房子 心怀正义的他 不禁对吉祥刮目相看 敢为家人出头 有点东西 想着这些的十二少 看着被打的吉祥 对这群恶汉喊道 各位 打得多费力啊 休息休息啦 制止了他们继续打下去 来到这群人中间 看着吉祥 吉祥虽是油气无力 但还是恶狠狠的说道 你们这种人 能有多了不起 我就是要为我妹妹 讨回公道 十二少笑了笑 我们不是了不起 我们讲公道 不过公道 永远属于够恶的一方 有实力的人就可以横行 我们这样的就要当安川 只见十二少扶下身来 看着吉祥 当安川不好吗 安川连钱都不敢问人贱 不欠别人钱 谁会无故搞你 小哥 我教教你吧 想与有钱人讲公道 你就要有钱 想和恶人讲公道 你就要比他们更恶 比他们更恶 吉祥好像懂了 其中的一丝丝道理 十二少眼神坚硬 对着吉祥又说道 还有 无论你受过多少伤 经历过多少痛 千万不要跌倒 走这条路 就不怕被别人贬低 是男人就跟我站起来 想着这些的吉祥 对汪九冷冷的说道 我没有跪倒 你很失望吧 死鬼佬 再来 吉祥大喊着挥拳 再向汪九冲去 眼见拳头即将碰到汪九 汪九依然不慌不忙 淡淡说道 斗志可嘉 只听又扑的一声 一大捧鲜血爆了出来 究竟是吉祥重创了汪九 还是汪九再一次碾压了吉祥 镜头来到监东 另一战线的十二少 同样是连战连胜 手下的门生们 还不断奚落着 倒地不起的暴力团成员 只有十二少沉默不语 静静的站在一旁 他的心里忐忑不安 是因为吉祥已经一个小时 没有向他汇报战情了 电话终于响了 吉祥 我是大老板 十二少心头一紧 最不想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但也没有办法 只能听大老板继续说下去 不想吉祥断手断脚 今晚一个人来果然见我 独闯油麻地果然 十二少还能活得过今晚吗 十二少的命运 看来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而他的好朋友陈洛军 也正面临着人生的逆境 闯荡江湖的人 石油八九是三更穷 五更富 陈洛军也不例外 风光时他可以赚到钱 但却仗义输财 到现在也没有多少钱 唯有几万块也给了微水还账 所以他现在急需一份工作赚钱 这不 陈洛军跟着微水 在城寨四处寻找店铺 看是否有职位空缺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哪关你是什么江湖大哥 总要赚钱吃饭 否则别说要当英雄 狗兄也怕当不了啊 忙活了一上午 都不见有一个位子提供给陈洛军 脸不了对微水发发牢骚 微水也不急 一遍一遍的劝着陈洛军 慢慢来了 总能找到工作 不过这城寨也真好似迷宫 几百条巷子几百个岔口 一不小心就会迷路 陈洛军也只能乖乖跟在微水身后 突然一个地方吸引了陈洛军 一个巷子里的墙上 满满的全是抓痕 微水不急的问道 这抓痕有什么特别 陈洛军向他解释道 第一眼看挺凌乱 但是仔细观察 这每一组抓痕有四行 长宽都相差无几 微水实在忍不住吐槽道 大哥 你还有心情研究这东西 说罢则去还账 留下陈洛军一个人 呆呆望着满墙的抓痕 好香啊 这么多人能不能买到 路边的嘈杂声吸引了闲逛的陈洛军 被围着水泻不通的地方 叫做阿七冰室 陈洛军想到 这不正是AV急着来吃饭的地方 这饭能有这么吸引人 不过闻着还真不错 嘎嘎嘎的剁肉声 老板熟练的把肉切好 又用菜刀将滋滋冒油的煎蛋缠结 统统缠到了碗里 又撒上秘质酱料 一碗香喷喷的插蛋饭就做好了 只不过这一碗是今天的最后一碗 给了迫不及待的老奶奶 阿七是这家冰室的老板 也是秃头 但面容与大老板简直天差地别 此人的面容和哀可见 还狠狠的 体型略胖 但是也很强壮 阿七现在也是对拥挤的顾客满脸陪笑 可不可以接放 今天的插蛋饭已经卖完了 大家看看别的吧 人们只是想吃插蛋饭 也就怨声载道的走了 陈洛军可没走 因为他看到了冰室墙上贴着的招牌信息 终于找到招工的地方了 老板 这里还要人吗 陈洛军礼貌地询问老板 老板回头看看 也和善地说道 没错 我想找一个送完卖的人 你有没有信心 上日这份工作呀 有 陈洛军这下高兴了 他终于有工作了 这堂堂黑道王者 竟甘心做一个外卖仔 老板倒也爽快 看你这么结实 应该没问题 明天来上班吧 是老板 老板 我认得他 当日大闹地下全赛 破坏规矩实在是不正经 不不不 老板 我当时只是想救走我的朋友 不知道哪里的规矩 老板听后也不追究 不知者无罪 明天早上六点来上班 不要迟到哦 没问题 陈洛军看着面前收拾盘盘的老者 虽口无遮拦 但相比那些笑里藏刀的伪君 则好得太多了 找到工作的陈洛军 也是洋溢着笑容 愉快地离开了兵时 可突然 他的笑容立即消失 前面正是摇摇欲坠的威水 陈洛军慌忙跑上前去 扶住威水 急忙问道 怎么回事 威水则是油气无力地解释 你给我的钱 被抢走了 我本来想去还钱 谁知途中突然出现几人 拿着麻袋蒙着我 把我痛打一顿 钱也抢走了 他们怎么会知道 你有这么多钱 威水一无一失地告诉陈洛军 我与你分开之后 转角一刀债主 他们看见我就想打死我 我说我去还钱 他们这才可放我走 不用讲了 绝对是他们扳你一刀 阿水 你的债主叫什么名字 他叫信一 陈洛军也不含火 转身便要带着威水 去找这个叫做信一的人 我跟你去找他 如果真是他做的 我连他手也砍下来 为谁知道陈洛军说到做到 但他害怕事情越闹越大 不可收拾 便劝陈洛军 洛哥 不如算了 信一是龙城帮的掌柜 我们惹不起 你将帮了我这么多 我自己去解决吧 这里要说说掌柜 掌柜是掌管金钱的重要人物 帮会中所有收入 包括毒品满卖 色情交易 保护费等等 统统要经过掌柜核对 龙头老大要动用帮会的钱 也要经过掌柜同意 可见掌柜的地位 在帮会中是何等重要 但陈洛军却恶狠狠的说道 掌柜又如何 我平时最恨世强凌弱 满不讲理的恶人 我倒要会会他 陈洛军决定的是 天王老子来了也改变不了 可是他一个人势单力薄 怎么去敢冒犯龙城帮的大人物 另一边 十二少正在驾驶着摩托车 急速赶往油马蒂 为救门生千里复役 纵然知道此行九死一生 他也不会考虑 绝不退缩 十二少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若要他抛下兄弟不管不过 今后还有什么资格面对同门 纵然活着 也愧对兄弟 愧对自己 镜头拉近 担忧 着急 一通过十二少的眼神 强烈的表达出来 他不敢耽误一刻 他只想马上见到吉祥 小吉 撑住啊 大哥来救你了 引擎发出的轰鸣声音 刮破了一空 谁也不知道 十二少今天会有怎样的结局 活就要活得不愧不作 死也要死得无悔无恨 这也正是十二少的人生标签 来了 十二少双脚驾着摩托 就好像一只脚踏入了刀山火海 一只脚也正不往地狱之门 同意天空 两端命运 陈洛军与十二少同处于 逆局陷阱之中 他俩最终可以力压强权 亦获葬身英雄中 为兄弟 为朋友 陈洛军与十二少将要面对一场 人生考验 二人的命运又会如何 即将落入大老板手上 到底是生是子 大老板的行为 常人根本无法估计 他一个不满 便把陈洛军打落人生谷底 这一次 他又会想出什么恶毒的办法 整这十二少 我们下期再见